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最后一个皇帝,是想着重新建立他们的王朝 但是我们的爱心卷罗 赞涛他并没有向其他人一起支持他们的皇帝进行复辟 赞涛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重新建立新的王朝,实在卖国是不对的 特别是在日本打进我们中国的时候 日本人想让赞涛替他们卖命 但是在他坚决不同意 可见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正是他这样的气质和做法 在中国解放的时候 他的命运并没有跟日本人一起受到制裁 而是被中国重用给他军官做 还受到了类似跟部长一样的待遇 有信仰的人 对你 有信仰的人 就像那个最后一个olen人 也就像是igg我的 你说的 都